两年 我说 我怀疑 这个枪是民进党开的 我讲两年了 活力全开 炮轰民进党 网红馆长陈之翰 两天两度直播 指控2020年8月遭枪击 一口咬定 就是民进党开的枪 也正面回应党团开告诽谤 还有二十几个立委 全部都是保和会的人 你们帮保和会脱罪 你民进党开的嘛 不然谁开的 这些公众人物 对于自己的发言 对于自己的言论 真的应该负起责任 而不是只是很简单的 我随便讲一句话 然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以后 后面再说 反正被发言没关系 民进党脸书发文 针对陈志涵先生的造谣抹黑 为请律师黄鼎 到北柬地壮提告诽谤 馆长本人也在脸书回应 人生最棒的一天 感谢民进党对他提告 绝不辜负民进党对他的好 但现在却有人认为 陈志涵是为了 抢他的流量 直播要暂时先暂停 因为我自己有发生 做错事情的状况 所以我要在这边先处理 曾几下馆长在五月夺下 斗内排行榜冠军的朱学恒 近期深陷信骚风波 就有网友颁出馆长七月份 斗内以76万多元再度夺冠 牙医师史书豪就在脸书分析 馆长呛瞎举动 就是抢抢斗内霸主 要在朱学恒回归前 赶快拉高仇恨值抢斗内 借此来补贴健身房 以及电商的营业亏损 文长这回只凭心情 跟主官揣测 大动作质疑民进党买凶开枪 赢得声量却拿不出证据 就怕不能全身而退 恐怕很难再赢得粉丝认同 三信用高官宣下帮民台北赛访报导